吴尼娜 吴尼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为一开始 带你来关心台铁和人到崇德间 才发生土石流侵入轨道 那么在3号清晨才恢复双向通车 那么没想到4号清晨呢又传出了巨石砸断了钢轨 那么造成了东正线交通是中断了 而目前台铁正在紧急的抢修 踩西正线单线双向来运转 铁轨中间被锯断土上出现巨大坑洞 往上一看一旁巨大落石比人还高上两倍不止 台铁花莲和人到崇德断铁轨被硬生生砸断 当下还有列车卡在隧道大约12分钟后才重新再出发 维修车来来回回在移封锁的东正线强修 不止铁轨段电车线也凋落 713号台铁公务处才清理完同个路段的土石泥流 没想到隔天马上又遭到巨石侵袭 明天早上坐班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恢复双向通车 事发段没有落实告警反应 还好工作人员透过监控及时发现才没有发生意外 台铁表示将规划全部路段都设置电子围离 不知铁路花莲中横公路也发生落实意外 大大小小落实从山壁崩落如洪水一般重重砸向地面 3号有民众经过花莲中横追陆隧道拍下着惊险一幕 落实从山顶掉下发出巨大声响连带卷起浓浓尘土 山谷瞬间被落实填满 所幸当时是管制时段没有造成人员受困或受伤 花莲多处传出落实意外就连清水断崖也是 马路上一辆辆车缓缓往前开 往右看整个山壁变成灰泥色 巨石直接把路面掩埋 还有不少落实正在滚动 场面十分危险 驾驶只能先往左侧停车场行驶 不知铁路还有公路接连的落实意外 都让花莲民众出门生争争 只希望能有一条安全的回家路 记者综合报导